胡人本赛季战绩不佳 虽然组成了三巨头 但威少却没能融入球队 胡人也有了交易威少的打算 美媒体报道 如果詹姆斯觉得他和沃尔更适合球队 并且沃尔也愿意为胡人竭尽全力的话 胡人可能会考虑与火箭达成交易 组成三巨头 目标总冠军 却连季后赛门票都没办法保证 这让人们想到了2011-12赛季的胡人 科比那个赛季为了把胡人带进季后赛 听到跟剑锻炼 很多球迷表示 如果不是科比遭遇跟剑锻炼 他可能就不会那么快退役 之后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科比可能就不会遭遇飞机失事了 科比离去 进入了第三个年头 但在很多人心里 依然还有科比 其中就包括科比一双瓦尼莎 瓦尼莎在个人社交媒体上 晒出自己与科比闭话的合影 照片中 瓦尼莎坐在一辆豪车里面 望着镜头 若有所思 而在瓦尼莎的身后 是科比亲吻及安娜的壁画 让人泪目 瓦尼莎晒出这张照片 也是表达了 他对科比和吉安娜的怀念 事情过去两年多了 瓦尼莎已经能够平静对待 科比和吉安娜的离去 但看到两人的壁画 还是会触景生情 那毕竟是他挚爱的丈夫和女儿 美媒体报道 直升级公司Easland Express已经和瓦尼莎就科比及安娜遭遇不幸一事的赔偿接近达成协议 瓦尼莎有望在这次事故中 得到至少3亿美元的赔偿 科比离去 给瓦尼莎和三个女儿留下了超过20亿美元的遗产 再得到3亿美元赔偿 那瓦尼莎和三个女儿的财富就更多了 可以这么说 以他们现在拥有的财富 只要不胡乱挥霍 几辈子也花不完 尽管如此 瓦尼莎和她的女儿们并没有就此满足 依然勤奋工作 有所追求 科比大女儿纳塔利亚已经成年 她成为了一名模特 也会代言一些品牌 开始赚钱了 瓦尼莎也创造了一些自己的品牌 出席各种商业活动 俨然一位商界女强人 2月8日 瓦尼莎出席了一场体育类颁奖典礼 作为曼巴和曼巴斯塔体育基金会的主席以及领导者 瓦尼莎获得了第三届成为你自己的冠军奖项的得主 出席颁奖里的瓦尼莎 身穿一身粉红色长裙 长发披肩 妆容精致 看上去非常的惊艳 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年轻时候的瓦尼莎就是一位大美人 39岁的她则更添韵味 光滑无暇的面庞上 让人感受不到岁月的痕迹 在科比离开后 瓦尼莎遇到了很多男子的追求 其中既有进入名人堂的退役球星 也有科比前队友 不过瓦尼莎并没有回应她的追求者们 现在已经是单身的第三年了 很多球迷觉得瓦尼莎还那么年轻 应该开始一段新的感情生活 但在瓦尼莎的社交媒体上 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她还深爱着科比 既然没有忘记科比 她又如何能够开始一段新的感情生活呢